苏澳镇与日本冲绳石原市庆祝帝蒙28周年 在疫情逐渐解封的情况之下 特别在国道苏澳服务区举办货帽交流合作 办理一连三天的石原市物产特别展示会 而在开幕仪式当中 石原市长中山益龙也亲自率领近40人的商贸团前来 携手苏澳镇长李明哲 东山乡长林俊甫 共同来推销60项的石原市热门商品 为两城镇的情谊写下新的里程碑 一直到今年我们将执行层面扩展到货帽交流 这一路走来一步一开 除了增加两个城市之间的友谊之外 我们双方更是竭尽心力 让我们长久以来建立的情感 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益 在今年我们首先就实现就是二月 还有十一月分别在两个不同的城市 来举办优质物产 互惠行销的展售会 提供两地民众认识与分享 来创造市民民生与经济建设福祉 最大化的目标来迈进 东山乡是宜兰县 在农特产上面 不管是在稻米 在茶叶 是宜兰县最大的一个产区 尤其我们有著名的红茶 在108年底 我们也曾经到奇异县 搜狗百货去做展示 东山乡的红茶曾经 然后我们台湾红茶竞赛 连续三年的冠军 所以这一次也特别来提供 出来跟在座的每一位嘉宾来做分享 也希望未来可以透过这次交流 可以以红茶替代养酒的方式 进军到我们的实验室 冲绳县石原市 这次在苏澳镇展售的商品 都是一词之选 包括有冲绳具有代表性的 长寿藻黑糖 八重山黑糖 西表岛黑糖等 多达60项的商品 并且展现了最大诚意 端出5A顶级和牛提供试吃 石原市长中山义龙也期望未来 石原市所产的和牛 能够进口到台湾 甚至第一站就来到苏澳 开拓台湾的商贸市场 今天开幕的物产展售会 与下午的商讨会 是新冠疫情以来 与李明哲政长携手 一起为经济交流迈出的一大步 自友好姐妹市都市地结以来 两市政共同经历了运动教育交流 今天更是画下了历史性重要的一刻 藉由此次新增加的经济交流 为砥柱 定域苏澳正与石原市 强大的姐妹市根基 在这样的互动下 民间业者相互的商业模式交流 文化的理解 赤世代接续的传承 友谊的羁绊下 扎实奠定更雄厚的友谊基础 让彼此土地所生产的作物 农林水产产区以及产品 将跨越语言隔阂 一起成为优质的宝物 共同开创商机 我这样的想 谢谢 开幕活动当中 台湾乐天棒球队高声量的 啦啦队员云熙惠妮也到场助阵 炒热现场气氛 今年5月苏澳镇长李明泽 将亲自带领苏澳的师生43人 前往石原市进行教育交流 而11月在涮领商贸团 进行商品展售 积极推广苏澳好吃好玩 力拼双边友好互利 让苏澳镇特优的物产 迈向国际市场 大力来提升国际的能见度 二十八座年 祈愿护长长以及货帽交流会 圆满成功 一旦新闻记者十四名 采访报导